哎呦 哎呦 要騎左邊才不會被開單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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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騎我 騎士騎進巷弄 路上不但多了標線 甚至畫的歪氣扭八 騎左邊不會被開單 那這兩台摸摸車是不是要被開單呢 為什麼騎進巷弄還得被開單 原來新北市新中中華路一段這處巷弄 幾天前畫上白色標線 形狀還呈現閃電形 而且還有人行道和車道之分 原來因為產權區分問題 左半邊是社區私有地規劃成人行道 右半邊則是公有地可供機車通行 換句話說 要是不小心騎錯邊 恐怕就會挨罰 哪有這種標線 你也要扣那個鼻子嘛 對啊 哪有人這樣 你以為這要做什麼 沒差人有差 莫名其妙啊 你那個要畫直線啊 哪有畫這樣的 這很老名 對啊 老名的 哪有畫這樣的 徐季比一比公有地上最窄的寬度 甚至只有一個漸步寬 巷弄內要是需要會車 恐怕真的有難度 也難怪居民叫苦連天 因為這種畫法不只路幅狹小 標示也不清不楚 根本不知道哪邊能騎車通行 在禮拜六來畫色的 目前是沒有在計畫做改變 標線繼續歪 成了在地困擾的馬路奇觀 不過路上騎警還有這 核色的巨大條狀物 攀繞在大貨車上 網友笑翻直呼 這是魯大腸嗎 看起來魯得很入味 還是說又有巨蟒 溜到城市作亂 但眼見網友認出 這可能是海上藍油所 無論他的真面目為何 魯大腸的形象 看過真的回不去了 支持張庸石油桃 台北採訪報導